感谢主 这个人可能你们都不认识 这是我在Oklahoma Steelwater 我们叫他小永景 他从来成都 重庆还是成都 昨天我们在网上为他做了一个追思礼拜 感谢主 我们这位主内的姊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Steelwater将近八年的时间 大概是我去他家吃饭吃的最多的 每次逢年过节什么 他们都请这个学生 我们的几个主要同工 第一是就是说 我们在举会的时候 他每次都带很多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都谈到 一出了这个Steelwater就想到小永景 当然有人叫他奶奶 因为他过世的时候正好八十岁 就想到他做的什么什么东西 哪样的Dish最好吃 在基督律里面 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 我们在这里原来我们这里有王妈妈 我相信 这个老同工们都知道 同样在那个教会里 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姊妹 另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每次都用照相机造很多照片 就我们在一区 举会的照片 而且他都洗出来 上面只要有你的头像 他都洗出来 然后一张一张的送到我们人手中 前几天我给凤秋 我说我们家里面照片 小永节寄给我们的 发给我们的 当初他给我们的 不知一百张 大概有两百张还要多 后来我们因为搬家的缘故 后来我找到 有些照片都找不出来 真的很感谢主 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一生 当我们走过了以后 其实我们在基督里的荣光 不是仅仅是靠我们嘴说出来的 而是在行为上 我们要能够活出来的 这就是在我们在基督里面 一个生命走过以后 所留给我们下一代 留给其他人的 很感谢主 我们上个星期 我们的好多弟兄姊妹来 来包粽子 让我们在周日的时候 有粽子可以分享 这是这个照片 我想弟兄姊妹都看到了 这是他们Youth 两个人高中毕业要进入大学 而且很感谢主 那天晚上民国 采平他们开放家庭 在那里有了一个很好的举会 这是我们 作为一个教会来说 其实Youth 小一辈的 他们的事工挺重要的 不仅仅说 我们从传统的 我们看重下一辈 其实在教会里面 同样我们要看重下一辈 就经过我们教会 走出去的孩子 我相信我们 尤其是年龄大的成年人 都要给他们建立某种关系 你知道现在又是 离开家以后 又到大学以后 再回教会的这个比例 其实是很低的 是很低的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当然这里面有 教会有责任 但是很大的责任 是在我们父母 是在我们父母 我们父母如果真正 不在基督里面 真正把这个信仰 当成我们的生命的话 那年轻人就认为 它是假的 就以为它是假的 因为这世上的诱惑太大 当他们走出这个家庭以后 他们的peer 很多人都是都不信主 就是信主 也会追求一些 世俗上的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 那些年轻人 甚至小孩 你去 就是一两岁的孩子 或者你去抱抱他 给他打个招呼 给他亲热一下 我相信 他们都会对你有 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们是一个 属领的家嘛 属领的家庭里面 小孩也有 大人也有 老人也有 我们要 一方面我们要尊重 我们的老人 我们也要去和 我们的年轻的一代 去建立关系 这是我们的传统 我觉得我们要保持 让我们祷告 我们在天上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 给我们这样一个 属领的家 让我们能够举在一起 不仅能够敬拜赞美你 而且能够 在我们中间 能够体会 你的恩典 你的爱 所以你给我们的生命 不仅仅是让我们在 口头上能够传讲出去 更重要的 尤其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之间 是活出来的 刚才我们一位姊妹 祷告道 就是说 你的形象 你的爱 你的大能 其实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 是可以体现得出来的 是一个看到的 是可以经历得到的 主端言你的灵 每天能够提醒我们 我们是在你里面的一个 全然的心生命 和世俗世界 是不一样的 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我们却是分别出来的 但愿你的恩典 你的灵 每天都在提醒着我们 让我们活在 这样的祝福里面 也活在这样的力量里面 以至于你的荣耀 能够对到高举 你的圣名 让更多的人 能够赞美 哈利路要感谢主 我们就把一切荣耀赞美 都归给你 我们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观 对不对 所谓的三观 按我的看法 其实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提出来一些原宇宙的一种概念 其实这种概念 上两次我也提到 就是 其实 他是从神创造一开始 就是他的秩序 已经定下来了 已经定下来了 今天我们还有这三观 对不对 我们 这个什么 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 都是从地球的另外一边 移民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了都会感受到 一个文化的shock 很不习惯 不论是你做学生 还是你工作 还是你做一个什么事情 都感觉到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有很多 不一样的地方 同一件事情 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说的同一句话 我们翻译出来 不一样 而且我们说的程度 也不一样 你知道这个 宝山弟兄做了 他们学院的leader以后 平时开玩笑的一句话 大家说说就过去的一句话 但他坐在那位置上的时候 再说出这句话 别人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给他带了很大的苦恼 他最后 不得不去 他写了一些正式的文件以后 不得不去征求他的同事 就白人 母语是英文的 这句话怎么改 让他们修改 所以这就是我们 我们的很多 就是说 真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有不同的 这个三观 世界观 价值观 和人生观 其实神在创造了 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 他已经给我们定好了 这个次序 其实这个图上次 我已经显示过两次 就神他 我们的存在方式 延续规律 互动模式 道德标准 甚至包括文化文明 他已经给我们定了 但是在我们人犯罪以后 你说天心地的概念 最早是从哪里出来的 说明人在犯罪以后 如果我们人不犯罪 他给我们造的是美好的 我们就可以永恒下去 真正心天心地的概念 是在我们人犯罪以后 才给我们定的 最中间当然在这过程里面 从我们今天的状态 如何进到新天心地里面 就一个很大的概念 就是圣殿和教会 很感谢主 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是他的圣殿 那在这过程里面 我们就是一个建造圣殿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圣殿是看得见的 对不对 教会是看得见的 你只知道教会里面 给我们教会最不争脸面的是什么 就是教会的不合一 教会的分裂 但愿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真正明白神 他在我们身上 在家庭 在教会 所持的旨意 其实今天我们 我们真正面对一个 很现实的一个事件 就是两个过渡 我们说我们从中国移民到 移民到这里 不仅是相关不一样 我们的生活方式 有很大的不同 但我们在我们面对的过渡里面 我们原来都觉得在国外的时候 都觉得哇 这个美国好像是基督教国家 我们真正进入这个国家以后 你仔细观察一下 你感觉到每方面都很好吗 你真正感受到 美国这个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吗 是从我的理解来说 它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但是他们是受基督信仰 基督教影响的一个国家 也许他们的法律基础 是由很多爱神的人所制定的 但是严格来讲 它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犹太教 犹太教 它但是就是说 才算是犹太 一个基督 犹太教的国家 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因为他们没有离耶和华神 撞到天地万物之主 为他的国家的神 所以他认为是自由的 所以到现在 谁都可以来了 什么宗教都可以搬得进来 所以我们基督徒 虽然移民到这里 但是并没有进入天堂里面 但是我们基督徒 却是真正相信了 耶稣基督的人 是在天堂里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概念 我们要明白 明白我们属基督的人 实在属于天国的子民 教会是我们在进天国之前 一个操练营 一个新兵营 但是我们还不能称他为天国 但是他却是进入天国的新兵营 但愿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 真正靠着神的恩典 来操练我们自己 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 如果你第一次听我讲到 我是按照圣经的 以章以接这样来讲的 如果有时间 如果某些 讲到的一些命题 比较重要的 我会仔细一些讲 如果是经文很多 讲的也许是很粗犷 但是我要让弟兄姊妹 养成一个习惯 我们今天来听神的道 不是喝一碗 叫什么 叫什么汤来的 心灵鸡汤 而是我们今天来看到神的恩典 神要让我们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看到神的爱 看到神的大能 那你在这里面 要你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我们每天要去追求 要靠圣灵的带领 在神的恩典里面 活出我们各自的神 赐给我们的荣耀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道的时候 非常少讲例子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讲的例子 每个人从某种的观点上去看 对手里结论是不一样的 所以但愿我们把眼睛盯在基督身上 而不是盯在某个人的身上 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一个人 看的是我们的偶像 我们的什么标杆 只有基督是我们要标杆 我们要进去的最终目的地 是天国 而不是我们人在地上想象出来的 某种状态 我们知道第一章 就第一章二章 其实有两个主体 一是讲道成肉成的耶稣基督 第二章讲 另外一部分是在讲他呼召门徒 形容他的施工团队 其实从第二章开始 一直到十七章 是在讲他33年来的施工 那么第二章我们知道 其实他在整个施工里面 非常重要 就他讲了一个是更新婚姻 一个是重建 生殿 中间加了十二节 其实挺有意思的 他本来是他的家乡在哪里 纳萨列 对不对 然后他后来就搬到了加贝隆 作为他的宣教总部 那第三章其实在他这个施工里 也很重要 其实他在告诉我们 我们人得救的方式 我们如何才能够进入永生 就是这一章是关键 如果从功能上来说 他可以交叉结构 中间是为他做监政 如果从主题上来讲 就深爱世人 他可以舍弃自己的爱 这个生命来成就救恩的大功 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三章十六节 我相信很多弟兄会背 其实如果从很详细的意思上去对 你可以对出来一个很好的 很完整的 很漂亮的一个交叉结构 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 可以分成这么闪断 就是两个国度 两种生命 两类属性 就是刚才姚军弟兄 已经为我们读了这段经文 我们接下来会看第一部分 就两个国度 他说有一个发雷赛人 名叫尼格迪姆 他是犹太人的官 我们知道在犹太民族 或者在耶稣在世的那一段时间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状态 那他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但是在宗教方面 他有他的自由 但是在民事方面 他又有一个公会在管理 这个尼格迪姆 他是一个官 很有可能他就是公会 七十亿个人中的 其中的一个 应该是在犹太人 还是很有名望 不论是对圣经 还是在人面前 都是有影响的人物 那他看到耶稣 在耶路撒冷 所行的神迹 听到耶稣 在其他地方 所行的神迹的时候 他借着在天黑的时候 就来到耶稣面前 尼格迪姆 他自的意思 就是征服着 好像他要想指导一切 想理解一切 但是他要靠夜里 来见耶稣 为什么 他要在夜里来见耶稣 偷偷默默地去干些事情 又想去做 但又不想让很多人知道 对不对 这不是跟今天 现在我们的政治形式 差不多吗 政治正确 因为当时耶稣 虽然在圣殿内 做了很多善事 很多好事 但是不被人 尤其是上层 有权威的人士所接受 那如果你作为一个 当时有地位的人 直接和耶稣 去有连接 那你肯定会遭到 很多人的攻击 同样今天我们很多人 在公开心里怎么想的 公开就不敢表达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政治上正确 也都要 明面上 大家都要去站队 但是很感谢主 神就透过这个 尼格蒂姆 内心 还有 他看到了耶稣 所行的这些神迹 对他来说 行这些神迹 只有神同在的人 才能够行 所以他要问一个究竟 到底要明白 你是谁 那接下来 耶稣就回 耶稣回答他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肉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那第二点 接下来 尼格蒂姆 完全不理解 耶稣给他说些什么 我们已经这么大了 难道还到 非得在 在被头回 娘胎地再生出来吗 那耶稣再次给他回答 我实实在告诉你 人肉不重生 人肉不重 水和圣灵的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他在谈些什么 其实他在谈两个国度 对不对 你仔细想象 耶稣给他回答的 就是我们读过 一两三遍 两三遍 四五遍甚至 你都不知道 耶稣在回答他什么 耶稣怎么如此 这样回答 其实这是 两个完全不同国度的 简直就是 击对鸭讲的 这些 对牛弹琴的一段对话 那人 作为一个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甚至有能力的人 有地位的人 有影响力的人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人 知道一些知识 他看到了 耶稣所行的 那他只能问他一些 他自己知识 范围内的 根据他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所问的一些问题 那耶稣上来就来告诉他 你 你根本都看不见 你根本都听不懂 其实今天同样 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 会遇到很多事情 如果我们纯粹地 站在一个人的角度 去问这个问题 很多问题是无解的 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 你一出家门 甚至别说出家门 在家里你自己 都不能控制住自己 你更不能控制另外一个人 对不对 另外人说的话 肯定和你不一样 另外人甚至要表达 甚至爱你的这种想法的时候 他的表达都不一样 我们控制不了别人 因为我们没有 一方面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另外一方面 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懂 所以我们如果真是要 能够明白 能够明白 耶稣在讲些什么 我们必须得是在 耶稣的角度 我们今天说角度 如果你没有信 耶稣基督的话 你再站他的角度 你也站不过去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 特别是作为基督徒 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会知道 他的出发点和结局是不一样的 这中间就涉及到 我们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要真正地去理解 发生在我们作为神儿女活摘的 世上的一些事情 我们必须是在新生病里面 是一个重生的状态 才能够安慰我们 才能够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真正地明白在发生些什么 那什么是重生 其实从他的两句话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对犹太人来讲 他对神的国理解很深 当我们今天 我们如果是纯粹从我们华人的角度来说 我们对神的国不理解 但对犹太人他的理解 神要给 最起码他们会理解到 神要将来恢复到 他们的一个国度 他们国度的最高目标是什么 就大卫之王的时候 那么好的一个国度 那对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知道 神要让我们进入真正的国度是什么 就是新天新地 对不对 那个盼望 比他们当时的犹太人 比我们现在人类 共产主义 给你画的大饼 要好多了 我们知道 看见神的国度 进入神的国度 你要进入 这是我们真正得救的 一个过程 对不对 其实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 成为神的儿女 借助他的爱 借助他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 我们的罪被洗净 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努力地在他的里面 按照他的旨意 按照他给我们的遗像 给我们的能力 我们成圣 这是一个过程 对不对 从一点到另外一点 其实他就讲 讲的同一件事情 那反过来推 什么是重生 那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里生的 从水和圣灵里生的 这就是重生 我们如果仔细去读 如果你懂原文的话 耶稣在用重生这个字的时候 他又是两个字 但是尼格迪姆听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前面一个字 没听到 也许他听见了 应该根据他的概念 他就把第二个字忽略掉 第一个字是生 或者在其他地方 或者翻成重生 但根据上下文 他原意其实是出生 但是耶稣在讲的 第二个词是从上面生的 但尼格迪姆就听一个重生 就是生 听到第一个字 他没在去 在访问的时候 就没有问第二个字 我想这也就是 我们每个人都这样 我们每个人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因为自己一定有一个世界观 人人观 价值观 总会听自己最熟悉那一部分 按照自己思维模式合理那一部分 所以他只听到了 人怎么还能重生 但是重生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是我们基督徒最很重要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概念 指一 它什么意思 我们重生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 不是一会儿死了 而后活了 这样的一个重生 而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接受了从上天 从神那里 从基督那里 来到的一个新的生命 今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 都有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他这个意思的解答 在中文里面 还有其他三处翻成重生的 就是提摩泰 提多书三章五节 和格林多前书一章三节 还有彼得前书一章二三节 你去读一下这段经文 去研究这些经文 就是很明白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是让我们在头回养胎的 从养胎的再生出来 而是我们那个老生命 完全没了 死了 今天借着圣灵的永驻 我们有一个全然的新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不仅仅是把我们的罪 给我们洗清了 借着他的生命 而且因着他的复活 他也赐给我们圣灵 让我们活过来 活过来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给我们了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如果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是重生 已经重生的人 已经重生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 在将近最近前面四五十年 可以说多于四十五年 在神学界 非常提倡重生的信心 重生的信心 因为好多基督徒说 我是基督徒 我相信了 但是生活上 却和没信以前一样 另外一种现象就说 我信了 但我抓到了真理 真理就成了 我再去削别人的 一个大棒 一个快刀 你不行 你不行 其实我们基督徒 去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这种心态 我得救了 我是神的儿女了 我跟你讲真理 你应该信 其实我们今天真正重生 得救的人 会变得更加的谦卑 会变得更加的温和 会变得更加的去爱人 所以感谢主 那这里就涉及到 就是重生和我们的复活 他之间有什么相同 或者不同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的复活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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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他是身体的复活 对不对 因为 耶稣在 在地上 三十三年半的时间 其实他的身体是受他 他的整个行为 还是要受他身体的 一个 一个 他还是受时间 空间的 他在这里 就不能在那里 但他复活了以后 他的身体 他是有实在的身体 但他身体 不再受身体的 狭制 他可以重拾在这里 也可以在 另外一个地方 那我们基督徒 基督徒今天 我们所说的复活 其实是重生 我们基督徒 真正的 就是说和耶稣基督 相似的复活 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 奇事录 二十章五节 讲到的 就是 就是在 在一千年 就是 一千年的千年过渡以后 我们要来和 在千年过渡之前 第二十章 在千年过渡之前 复活 那一次是 那一次是 因为那个时间都是 为神 而死的那一群人 复活 在千年过渡里面 和耶稣基督 一同作往 圣经上称当了 这一次是 第一次的复活 第一次的复活 与第二次的死 再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其实 在圣经里面 还有一次复活 就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复活 所以今天我们的复活 真正的复活 不是说我们死了 又活了 而今天我们的复活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让我们的老我死 重生一个新的生命 活着 所以今天我们的身体 还没有改变 对不对 你受洗了出来以后 你看到样子 各方面 大家都认识你 但是今天我们在生命里面 就要慢慢慢慢地 我们各种的行为 世界观各个方面 慢慢地要 要活得越来越像 主耶稣基督 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我们 每个基督徒 都是重生的人 已经是得救的人 我们的复活 是一个全然新生命的 在线 而不是老生命 死了 活了 经过一个过程 那两种生命 它从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 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一味稀奇 风冲 随着意识吹 你听 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 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反正是能生的 也是如此 其实感谢主 我们今天 要明白 如果我们活在 肉身里面 受肉身的瑕疵 我们还是 完全是肉身 还是世人 还是一个俗人 那么今天 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一个 重生的 神的 基督的门徒 我们虽然外面 有一个肉体 但是我们的生命 却是基督而来的 新的生命 我们不是受 这个肉体的挟制 而是受 圣灵的引导 所以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的生命 在基督里的人 他的生命 是从神而来的 但是我们又受 身体的影响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 行为表现 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出发点 却是一样的 那就是要来 荣耀神 我们追求的 不是在这世事上的成功 我们必须 以追求荣耀神 成就神的旨意 为地位 也许你在世上 很成功 也许你在世上 很遭难 也许在从人的 角度上说 他死得很悲惨 但是我们如果内心 真是为了神的缘故 去为他活的 为他死的 我相信神 都给我们很大的奖赏 十二个门徒里面 只有一个 十二个使徒里面 只有一个使徒 约翰是生劳病死 九十多岁 八十多岁死的 其他十一个使徒 那这里面不包括优大 出卖他的优大 加上后来的保罗 那都是什么 都是被杀害致死的 而且死得非常凄惨 有一个使徒是被扔到油锅里面 被砸死的 炸死的 有一个使徒是一片肉 一片肉被削下来 削死的 所以今天我们已说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 大部分都是 在社会里面都有一定的地位 很好 感谢主 我相信你们也可以在这个阶层里面 去荣耀神 去传福音 但是 我们一定要明白 内心的明白 我们在这世上追求的不是自我的成功 而是神的旨意 能够对到彰显 神给你一个工作的平台 是要让人站在平台上去荣耀神 去传讲福音 也许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平台 在家里 做祖父 没有工作 那你也要在那个平台上去荣耀神 能够去传福音 总而言之 我们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是重生的人 神都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带领 你说我的带领是什么 我相信只要你谦卑 去好好去读圣经 好好到神面前去寻求 神必定会给你清晰地看见 那我们作为在两种生命来说 我们当然作为一个自然人 什么东西都是看得见的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但是在属领的生命里面 我前面应该在特点里面摸不着 对不对 但是看得见 我相信你说 我这个树领的生命怎么看得见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 在基督里的人要特别特别小心的 其实树领的生命是火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 你在给神 我们在给神祷告 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 神看到我们清清楚楚的 对不对 我们什么样的生命 但是我们面对人的时候 别人也看得很清楚 其实从你讲话的一胎一世里面 你一个眼神 别人都看得出来 你知道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 一个美国人 我就是从他身上看到了 Dada Bob 他是Conser State退校的一个教授 我一看他身上 从脸上发自内心的那个微笑 那种平安 是我们在其他地方我没看过的 那我也想要这种 这种微笑 这种平安 所以在我们跟人 以结交的过程里面 相互这种互动的过程里面 很清楚我们是不是能够影响到人 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活不出来 把福音讲得呱呱的 别人会躲着我们走 当然如果神感动他 透过这些言语 他会直接去 再透过其他的人 去揣摩这个福音信息的 真正的含义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 直接的去影响他 所以但愿我们能够 把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活出来 能够活出来 以至于我们传的福音 在我们身上也能彰显 神的大能 第三部分就是 我给他归属 其实我前面讲他是 归属性 其实在这里讲两种不同的三观 就是 尼克迪姆问他说 真能有这样的事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很不明白的事吗 从某种道理上来讲 以色列人是对神之关系最好的 对不对 神带他们出埃及到迦南地 那么多年 处处他们都可以看到神 所行的神迹 来引导着他们 保护着他们 这一个家族 这一个国家 但是 事实上他们却是在 神救他们失败 神救他们失败 失败 在救 在处在这样的一个 循环的过程里面 但是 他们却把神 赐给他们律发 当成了一种 一种工具 去来审判别人 去来 去来 评断别人 是好是坏的 一个工具 而没有真正的 和神建立那种 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作为 以色列人的先生 他也不能够真正明白 神的心意 所以今天如果 圣灵不在我们里面 或者说我们不能够 真正的聪听 圣灵的声音 我们很多人 很多人 虽然名义上是信徒 那和世俗人的思维模式 没什么差别 不有差别 甚至我们变得更加的 就是让人不喜欢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个词毁 我们是一个标准 我们是一把明晃晃大刀 所以感谢主 我们在基督里面 在教会里面 当你身上充满 是神的爱的时候 其实你嘴不用讲 不用说 那福音就传出去了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 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 我们 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就这一点的的确就挺难的 如果他没有真正的相信 耶稣基督 你给他讲福音的信息 是很难很难讲 所以就是一个人的信主 也不是我们把他能够讲得通的 那是圣灵的工作 那今天如果我们仅仅 从人性的角度去读 去读圣经的话 你就把它当成一种神话读 对不对 当成神基督 这为什么我们 其实我们很多人 刚信主的时候 是神给我们行了神迹 解决了我们思想的问题 但是我们随着 时间的 信神的时间正常 祷告 读经 次数多了 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的彼此互动多了 圣灵其实一直在那做工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谦卑下来 安静下来去听圣灵的声音 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人 我们要站在基督的角度去读圣经 我们是以神儿女的心态去读圣经的 那圣经就是成为神给我说的话 往往在领袖的 在我那个领袖群里面 我往往会纠正一个 有的时候我有时间会纠正 有的时间忙的我就纠正不了 就是 往往在祷告的时候 讲我们 我们 我牢牢把那门给他去掉 我们的感动 直接对神的 对我说的 如果你就讲一个大道理 General Principle 一点意思没有 尤其是结婚的弟兄姊妹 我相信你们会看到 看到很多词语上 是对自己讲的 对别人讲的 那一生气的时候 圣经上说了 你应该顺服我 那对方马上就来一句 圣经上说了 你应该爱我 像耶稣基督那样爱我 可以为我死 你能吗 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是神给我讲的 给自己讲的 你要把那句话 好好吃透了 别拿着给别人讲的一句话 你试进去 在那里去让下功夫 你应该如何爱我 或者说 你应该怎么怎么顺服我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身份 真的明白神在给我们讲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 那唯有一个人 是从天上下来的 而后要再回到天上去的 就是基督 如果你不按照基督的方式 你进不了天堂 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 你进不了那个国度里面 你如果不按照基督的方式 你就没有这个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 我们一定要用基督的方式 方法 思想行为 价值观来衡量我们自己 让我们真正活在 一个重生得救的状态里面 而不是还活在一个救人的状态里面 整天还想着我是基督 我是基督徒 所以你只要信 耶稣基督和灵 灵就会在我们里面 那耶稣基督怎么活在里面 他是用话语的方式在我们里面 如果你给他不追求他 我们是有灵在我们里面 但这个灵却让我们有的时候 不会真正能够让我们活在基督里面 所以我们读圣经非常重要 指导他的话语非常重要 圣灵会借着他的话 在我们身上彰显出他的能力 给我们带领 所以但愿我们要在他的话语上下功夫 就是有安静的时间 倾听他的声音 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问自己 我们的信心是不是 真正建立在以信为根据上 我们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 我相信每个人 你如果真正的相信 我们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生命他就愿意活在基督里面 以基督为主 以基督为最终 以基督与我们统在的心和力量 去活在非常具体的生命里面 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因着这个新的生命 因为这个生命是从基督来的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所有 包括生命 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事情献给神 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会摆证我们在具体生活小事里面 和基督之间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 千千万万别把眼睛紧紧盯在 具体发生那件事情上 我们是要具体事情 是要具体解决 但是这个解决的途径和态度 方式一定要是从基督而来 才能够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 来拥药我们的神 才能够去为他做见证 好 来咱们做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母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生命 因为我们透过信 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三天后我们复活 今天我们愿意让你成为我们的主 你的灵就刺在我们里面 我们已经得救了 我们已经重生了 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不再去问那些世俗人问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有个新的生命 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要问的问题都是在基督里面的问题 我们如何来荣耀你 我们如何来依靠你 我们如何来见证你 但愿我们的弟兄姊妹 活在这种状态里面 因着基督 围着基督 最终也能够到他那里 在我们具体生活里面 展现你赐给我们的恩赐 和才能 哈利路要感谢主 我们就把一切荣耀赞美 都归给你 我们继续祷告 是同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谢谢牧师的信息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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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